球場好幾個人拼命的炮 但追的不是球 仔細一看 竟然是一隻巨大的米奇 偷吃東西嗎 這個營養太好了吧 球評主播甚至開玩笑 老鼠是不是有偷吃東西 因為他真的又夠大隻 不過可超級靈活 球筒拿著紙盒怎麼追也無法攔阻 而且紙盒一碰到米奇下的轉圜路線 快速狂奔跑進草皮裡 現場觀眾目睹這一幕 都在歡呼尖叫 幫球童們加油 看個球賽竟然還有餘性節目 跑進來 好吧 用手 是在台中洲際棒球場 七號晚間中信兄弟 對統一師的比賽 進行至八局下的時候 出現了巨大米奇亂入的情況 後進民工作人員追追追 這隻米奇好活潑 一直向前狂奔 根本抓不到 而且他們用的工具 似乎沒有幫上忙 好不容易用紙盒直接蓋住 以為要抓到了 但米奇伸手腳劍瞬間脫逃 怎麼抓就怎麼逃 沒有辦法 太大隻了 太大隻了 全場觀眾焦點都在他身上 球員們也看了忍不住小出聲音 雖然比賽被強制暫停 但現場氣氛還是好嗨 最後換了個工具 拿出更厚的礦泉水紙箱 才成功捉住這隻大米奇 前前後後出動了至少七人 兩分鐘結束意外插曲 TVBS新聞藍廳台銅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